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个一顾文 大词文人也是一个律师 它是高诚的考试题课 他肯定能夠教學的技術學的政調委員 立法委員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員 任務主國民大會代表 占一條真相調查委員會委員 他現在是第四名 所以各位同事你還可以找到他 讓我們掌聲歡迎 掌聲歡迎第二位 謝謝 謝謝 馮博士 還有黃主持人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早 好 很榮幸 今天基金會邀請我來這個地方做一個演講 其實這個演講去年就定好了 去年就定好了 我們很佩服這個基金會 他把這個演講的整個的過程 在一年以前就擬定好了 我這個人經常是比較粗心大意的 我去年看的這個 他寄過來 我看的是四月十號 我那時候三月就接到的 我就把它定了四月十號 結果我去年的四月十號來了 什麼人都沒有 原來是 我再看一下 電話再聯絡一下 是明年的四月十號 你看 這個荒不荒唐 這個就像有一些 有什麼個笑話 接到請貼 洗帖 然後是看到十月十一號 後來去了沒有 再拉出來看一點 原來是十二號 後來再拉 是十三號 我大概 當時我看的是很好笑 想不到我自己本身也發生了這麼一個笑話 去年四月十號我來過 結果沒人 後來聯絡才知道我自己發生了 月日看對了 年看錯了 因為很少人能夠約一年以後的演講 是吧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自己也好笑 我就特別在意今天 整整一年我都記得今天了 那麼今天到這兒來 剛剛在還沒有開始之前 我跟紅博士稍微閒聊了一下 這個基金會已經成立了十八年了 而且一直延續一直持續的做下去 很不容易 我說今天之所以不容易 是因為主持的人 承辦的人 他的熱心公益 感動了所有願意來演講的人 我確信每一個來演講的人 沒有人是為了名或者是為了利而來 所謂名我就比較微不足道了 看一看欲望來過的 大家都是可以說是民眾一方 不管是在醫界在法界在教育界 都是民眾一方的 所以大家願意來 在這個大家都很忙的時代 願意來這個地方演講 完全是衝著 紅博士熱心公益 那大家就本著共襄盛舉 這個心態而來的 那麼我是用這種想法去感覺 我不知道 我相信別人也是如此 所以呢 同時我們也會感受到 今天來的各位來賓 大家呢 像剛剛洪博士說的 很多都已經來聽了十幾年了 可以說是老聽眾了 那麼大家呢也是同樣 在這個我們在這個 很公益主義盛行的社會裡頭呢 諸位也是對於這個公益的方面 這方面的知識 跟這個 不要談學識啦 就這方面的領域 這個領域呢 大家有那麼強烈的苛求 而且很願意到這個地方來聆聽 這個演講者的演講 我也對在這個地方呢 對這個跟各位 這個聽眾們 老聽眾們 致上我十二萬分的敬意 謝謝大家 共同來熱心這個公益 講到這個公益 這個公益的話 目前我們這個社會是充滿了公益 公益在於多數 就是因為公益太大 所以這個公益呢 難得伸張 這句話怎麼講 我們如果每天看了電視 我們看了這個報紙 我們就會覺得很沮喪 怎麼講很沮喪 臺灣這幾年來 這十幾年來 可以說是一個大翻轉 這個翻轉呢 在無形中淺移默化 慢慢的把我們這個社會的風氣 人際關係 社會的道德 整個呢通通都翻轉過來 我想各位 有心與公益的人 應該跟我也有同感 那麼我們呢 能夠做的實在是有限 因為現在的媒體呢 大部分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說 不要看電視 會比看電視的聰明 你經常看我們的電視 會把人都看笨 因為你看的消息就是那些 他所傳播出來的東西 都不是我們要的 就像一些垃圾食物一樣 我們經常都會說 該怎麼吃 該怎麼吃 其實呢我們這時候 也充滿了垃圾食物 一樣的道理 在傳播媒體上 也是很多垃圾的新聞 來麻醉我們的心靈 讓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道德觀通通都翻變了 通通都轉過來了 這一些呢我想 我們都同樣的 對這個都有憂心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如何能夠 把這個社會 能夠把它揚著 集清出來呢 這一點我想 每一個人都想盡自己的 一份的心力 這就是應該是 這個文教基金會 紅軍培文教基金會 設立的目的 跟他們所要實行的宗旨 今天請我來講 講的題目是要談 監察正義 全民效法 監察 那麼要談這個之前 我必須要先來簡單介紹一下 監察權 監察這個東西 監察這個東西 是從什麼人開始的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從怎麼來的 人類的這個 政治發展的文明史 歷史來講的話 人類最早的時候是神權 所謂神權呢 你不管在東方 在西方 就是說 人那個時候的知識也不發達 科學也不發達 凡事都是以天地為尊 因此呢 就是說 所有的權力都是神傳授給我們人的 我們人是本著神的意志來統治 或者是來運轉的 不管西方 不管東方 都是如此 尤其在我們就不談西方 談我們東方 談我們中國來講好了 中國在中朝 夏商周之前 甚至於到了春秋戰國 都還是神權時代 雖然那個時候也有天子 可是他們的天子呢 要符印的還是 為什麼叫天子 天子 就是說上天的兒子 他們要符印的就是上天的義子 因此呢 那個權力還是來自於上天 授給他的 一直延續到了清朝 都還有這個 都有這個很多的行為 都是這種表征 我講的很簡單 就是說 歷代的皇帝 一定要到 我們山東有個泰山 知道吧 要到泰山去祭天 為什麼要祭天 因為只有皇帝 有權力 有這個地位 可以去祭拜天 他可以作為 人跟天之間的傳播的媒介 只有他可以 他的想法 他的看法 可以直達天庭 這個是很早的時候 那個時候已經演變成 君權神授 君是君王的君 君主的權力 是神授給他的 所以他本著這個權力 可以來統治很多的子民 到了清朝都還有 我們北京看的那個天壇 大概有序國沒有 那個也是就是清朝的皇帝祭天的 為什麼皇帝要祭天呢 因為表示他的權力就是上天給他的 上天給他的 這一點我們就知道 一個國家 人類的權力的來源 先有神權 然後才有軍權 有了軍權以後 這個英國 到了英國 這個法國的大革命 然後呢 英國的大宣章頒布以後 才開始有民主 開始有民主 開始說人民做主 然後呢 你這些掌權者 是人民的仆人 才開始有這個概念 之前呢 是有神 然後君就是君王 就是皇帝 然後現在開始走入民主的時代 這個是人類關於政治史上的演變的進化史 可是中國人很厲害 在這個時候呢 中國人那個時候也是 我剛剛說過了 先是神權 神權的時候 祭司的話 甲骨文 占卜 那個都是可以支配國家的行為 要戰爭 要祭司 要討伐 要有喜慶 完全由這個祭司來占卜 燒那個甲骨 然後看那個裂痕 接下來該怎麼做 那個神權是這樣的 到君權的時候呢 思想開發 慢慢發達 春秋戰國時代的時候 各種百家 大家的思想都很開發 可是開發的時候還是脫離不了 關於統治的權利 脫離不了神權跟君權 這個時候 中國出現了一位很偉大很偉大的人物 這個人是誰呢 他可以說是 沒有這個人 五千年的中國 絕對是暗暗長夜 有了這個人的誕生 有了這個人 橫空出世 那麼中國開始 中國的文明 如一開始有一盞明燈 開始有星 有月光 有星光出現了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我們大家 一直所尊重的 洪子 洪老夫子 洪老夫子 洪老夫子的學說 呈現在他所有的言行裡面 他的子弟嘛 把它編記成書 叫做輪語 在輪語裡面呢 他就寫了很多很多 關於人民很重要 人民比君主重要 天師志 包括了他的學生 他的幾代的學生 孟子 孔孟 這個就是形成了我們中國一個很獨特的文化系統 叫做什麼 叫做魯家文化 魯家文化 基本上 它就是一種思想體系 它不下於基督教佛教 不下於這些宗教他們的內涵 它甚至於比他們更豐富 它更早啟發了人應該有民主的思想 在魯家文化裡面 在那個軍權很嚴厲的時代 能夠發展出這個思想 是不容易的 那麼 可是呢 他又必須要很巧妙的 怎麼巧妙呢 他就很巧妙的 躲開君王的壓迫 但是呢 又希望君王能夠 為人民著想 萬事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 因此呢 在我們看到很多幾句話 我現在引用一下 大家都清楚 天是自我明是 天聽自我明聽 這句話怎麼講呢 這句話就是說 凡事我們要看到的 我們聽到的 我們所要設想的 通通要以民為貴 以民為貴 所以孟子裡面就有一句話 民為貴 君為親 社稷次之 就是說凡事都是以人民為最重要 這個人民最重要 它很巧妙地躲過挑戰的軍權 但是呢 它在這個思想裡面注入了什麼 民本思想 什麼叫做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很偉大 我跟各位報告 民本思想比西方的民主思想更值得我們去學習 去讚揚 這句話怎麼說呢 民本思想它要強調的就是 一個政府一個軍王 所有的措施所有的舉措 你必須要以人民為最主要的根本 你所有的事情 你都必須要以人民的需求為需求 你不能說你君主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 所以這叫民本思想 因為有了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跟民主是不一樣的 民本是目的 民主是手段 民主是什麼 大家很清楚一般來講 全世界我們現在講 有沒有民主國家 有 用怎麼做風流標準 看它有沒有選舉 他們是選舉的 那是叫民主國家 如果不選不選舉的 那不叫民主國家 這個可 現在我們目前人類 地球上人類就是這麼分類 印度有選舉是民主國家 菲律賓有選舉是民主國家 歐美也是 但是蘇聯沒有選舉 中國大陸沒有選舉 他們就叫共產國家 不叫民主國家 那麼其實民主選舉只是一個手段 光選舉有什麼用 我們台灣都感覺到很清楚 我們選完了 把你選上了市長 把你選上了立委 可是你如果不照顧我們的利益 你只是磨求你私人的利益 我奈何不了你 所以民主只是選舉 只是一個手段 應該我們著重的是 我剛剛說的是民本 民本才是目的 手段跟目的不能混淆 民本是目的 就是說你所有的舉措 選自己的目的 就是要選一個選賢儀能 選好的人 來幫我們人民服務 為我們人民磨福利 對不對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中國很早就發明了 民本思想 這個民本思想 就是魯家思想的精華之所在 所以呢 在這個漢朝的時候 漢朝的時候 他是獨霸百家 因為在春秋戰國那個時代 有很多很多的 什麼營陽家啦 法家啦 什麼等等等等 很多一共有很 各家的學術都很發達 但是到了漢朝 他獨充 獨獨推崇魯家 因為魯家文化他覺得 對比較適合整個人類進展 文明進展的需要 那麼魯家文化裡面呢 他魯家文化 開始就把這個魯家文化的思想 帶進了他的政治制度裡面 他的政治制度裡面 就開始有了什麼 有了御史代夫 這個就是以民本思想做理論基礎 做哲學基礎 做思想基礎 演變而來的才開始有御史代夫 御史代夫 因為你君王是天你的權力 是天上授給你的 沒有人能夠挑戰你 那怎麼辦呢 那就設了一個御史代夫 這個御史代夫他可以怎麼樣呢 他可以如果君王做錯的時候 他可以出來糾正他 他可以出來糾正他 就是說我們這個御史代夫 我講用御史代夫講是比較容易 讓大家理解 因為呢 這個在歷代很多 經過了很多 朝代呢 都名稱都有改變 但是呢 也不外乎就是 御史 幾世中 嚴官 建官等等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說 歷史代夫 歷史代夫 監察權 就是現在的所謂 監察權 它的來源 是源自於 魯家文化的 民本思想 把民本思想 灌入了中國的政治制度裡面 才延伸出一個 歷史代夫這個制度出來 看看西方 雖然他們很早就有民主 羅馬共和的時候 他們就有元老院 可是他們沒有 沒有歷史 沒有這一個制度的設計 沒有一個可以對軍權挑戰的 這一個官吏 或者是這一個機關 他們並不設有這個 為什麼並不設有這個 因為在西方的基督文明 跟東方的魯教文明 這一點是有不一樣的 他沒有這個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產生出這個制度出來 當然現在他們有的國家 北歐有一些國家 他們也開始有監察史 有這方面的 這個也是慢慢覺得 我們已經實行了幾千年了 他們現在才開始有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 這個監察權好像沒什麼 其實我們如果認真追究起來 它的原源是流長的 它的基礎是深厚的 它的根本是屬於很東方的 甚至於是很中國的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開始有了御史制度 這個御史制度 在中國歷史上的時候 發揮了很多的很好的作用 大家都了解 唐朝有爭官之治 爭官之治 所以有爭官之治 就是因為唐太宗身邊有魏征 大家都曉得 就是因為有這麼這些 魏征就是他的 有這個御史代夫這個制度 隨時皇帝做錯了什麼事情 他可以提出見言 可以提出爭辯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才開啟了他一個爭官之治 整個政治清明 人民都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凡是以後歷來歷來的朝代 我們會發現到 如果說不重視爺官 不重視御史代夫的揪舉的 這些皇帝這些朝代 都是腐敗的 都是腐敗的 更嚴重的是 如果皇帝會把那些敢說敢言的 這個御史代夫宰殺掉 這種皇帝這種朝代 不僅腐敗 而且很快就會覆滅 很快就會覆滅 明朝就是一個例子 明朝就是一個例子 明朝幾個皇帝 他們這個御史代夫被殺了很多 但是呢這個制度就讓人覺得 我們也很佩服以往的這個御史代夫 他們經常要上早朝的時候 今天去要講什麼話 都不曉得今天能不能回去 今天下了班 是不是可以回到家裡去 因為皇帝一個聽了不高興 馬上下令就把你砍頭 說砍頭就砍頭 在那個專制的時代 所以我說御史代夫 是對國家來講 對一個政府的政治制度來講 監察權是不可或缺 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麼講監察權 御史代夫這個權力的來源 這個由來 我剛剛從歷史的印證 從這個學說商的這個理論的支持 來談到 我們中華民國的監察權 到我們民國造建之後 民國造建之後 國父孫中山先生 這個監察權把它放為 國家的憲法裡面 把它放進為國家的這個政府機構 主要機構 全世界就只有中華民國有 這個也是國父孫中山先生 他的重大的發明 他是受的是西方教育 他受的是西方民主的思潮 所以他要推翻滿清 他認為應該國家由人民做主 可是人民做主 將來選出來的政府 如果沒有辦法替人民磨福利的時候怎麼辦 他覺得中國的這個監察制度很好 所以他就把它引進來 不僅引進來 而且把它列入 國家的權力 跟行政權 跟立法權 跟司法權 是平行的 當然中間還有一個考試權 因為考試權是用考試輪才 歷代以來 中國歷代以來 這個考試制度 也是西方所沒有的 也是西方所沒有的 他把這兩權 也列入了中華民國的憲法 所以我們的憲法 稱為五權憲法 五權憲法 就是一般西方國家所有的 行政 立法 司法 之外 還有就是考試跟監察 那麼監察權 當開始成立的時候 你說我們的監察權 有沒有發生過功能 因為大家對於這方面 或許比較沒有深入 那我個人因為在這個 第二屆跟第四屆 我認過第二屆的監察委員 也擔任過第四屆的監察委員 所以對這個歷史的原底 我比較清楚 我願意在這個地方 舉旗大者 舉旗幾個比較重要的 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中華民國監察院成立之後 有一個我們很佩服的一個人 他當了三十幾年的院長 這個人 為什麼說一個人 可以擔任院長 擔任那麼多年 因為這個人的道德文章 的確是值得我們崇拜 那就是余佑任先生 余佑任先生 余佑任先生擔任監察院院長 擔任了三十幾年 有什麼樣的人來擔任這個院的院長 就可以看得出這個院的風格 跟格調是什麼 余佑任先生大家都清楚的 這個我想我就不用多加介紹 都是知道我們很欽佩的前輩先賢先責 所以由他來擔任監察院 可見中華民國的監察院成立以來 成立以來都是可以說是高峰亮節 每一個成員都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也許能力有高有低 但是不可忽略不可忽視的 大家都必須接受每一個 每一屆的監察委員他們都做的 真的是高峰亮節 能夠為老百姓 能夠為老百姓 深淵平反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講 監察院成立以來就我了解 在那個戒嚴時期的時候 有發生了一個什麼黃豆案還是什麼案 那時候我記得我還很年輕 有出了事 有幾個監察委員出了事 然後我們第二屆有一個僑選的監察委員 叫蔡慶祝 她也出了事 我講的出了事 就是說她預約了監察委員的範圍 觸犯了法律 就這兩件事情 那麼我們回頭來看看立法委員 我無意在這個地方貶損立法委員 因為我本人我自己本身也是第二屆的立法委員 但你想想看 立法委員是成立到現在 第二屆到現在 出國是叛徒刑坐牢的有多少 有多少 可以說是不勝美局 這個不分國民黨民進黨不分 所以我說這兩個院的數值 是截然不同的 對自我的要求也是截然不同的 也是截然不同的 那麼講到這裡我就順便要說一下 因此呢很多現在有立法院 立法委員希望把監察院廢掉 希望把監察院廢掉 那麼為什麼要廢掉監察院 他想要把那個監察權拿到立法院去 各位我個人是深深覺得監察院可以廢掉 監察權不能廢掉 但監察權更不能交給現在的立法院 因為以現在立法委員的數值 你們各位想想看 如果他們擁有了監察權 監察權是可以約詢官員 是可以調查的 有調查權 可以調你的資料 只是不能拘留你不能扣押你 可以調你的資料 扣押你的資料 他的權利是可以延伸到整個行政系統裡面去 如果現在的立法委員擁有這個權利的話 各位我們的官員將可以變成為官不了生 這些官員